麻煩這位市民參與我們617民間約章的開示 我們一起見 好多謝各位朋友 香港的市民來到聽我們今天發佈的這個 617民間約章的發佈會 因為在最近我們都見到 香港已經佈入了一個候政改年代 我為什麼說候政改呢 因為無論政改方案在立法會裡面通過也好 否決也好 我們香港市民都要找回一條出路 我們不可以說否決之後就開香檳慶祝 就可以什麼都不管了 繼續讓香港的政治那個氛圍繼續混亂下去 我們感覺到如果通過了呢 也都會出現一些亂的時候 因為這樣呢 所以我們在政改未曾完結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跟市民去討論 去提倡一個政改之後 可以怎樣向前走的路向 我們當然不可以很驕傲 說這個這樣的方案是我們創始的 其實不是的 影子內閣和民間特首 這個理念呢 是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有 我們香港都曾經有學者張以國 都曾經有政黨提起過 但是在以往那些時間呢 但是在以往那些時間呢 那些時間呢 就往往都是指民流梯響 就到最後呢 都是消聲匿跡沒有下文 我們這一幫市民 在今天 6月17日 的感覺 就是說 我們需要在今天 就是發佈 一個香港 可以怎樣向前走的路向 和大家討論 和大家去談談 不要讓政改方案之後 出現的混亂時期 讓我們市民 無所適從 讓我們的政黨 更加可以 不會再做任何事 而我們這個民間的約章呢 主要目的 就是要匯集民間的意見 我們只不過是 建造一個平台 讓香港的市民 可以在這個平台 去討論 然後去定定一個香港 可以怎樣 繼續保留我們的 普世價值 保留我們香港 的人權 法治 民主 自由 的一個社會 的方向 而民間特首 和影子內閣 我們這個構想呢 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 在建制裏面 已經再做不到 什麼事情了 我們的 中國共產黨 是已經 把卡放上台 很清楚了 你們香港人 休想 再建立民主人權 他們已經說得很清楚 香港政府 也都說得很清楚 建制裏面 無論是官員 無論是議員 都已經 向共產黨 屈服了 立法會裏面 甚至 泛民的議員 他們所能夠做的 都是很少 今天 他們還保留這個 三分一 的否決權 但是將來 立法會裏面 會發展成怎樣呢 我是悲觀的 所以 最後 我們香港人的力量 始終要回歸群眾 香港人 要繼續 爭取 我們這個 我們享有的 香港人權法治 自由民主 繼續在香港 可以保留的情況 我們就一定 一定要靠 大家的力量 我們都知道 2003年的 反23條 不是政府 做到任何事 而是香港的市民 走上街 反對 23條 我們成功 迫使 政府要各自 這個23條 的立法 兩年前 很簡單 兩年前 政府要推 洗腦教育 要搞我們的子女 要將香港的教育 赤化 要將香港的小朋友 變成 一些 一些為命是從 只會唱好 不會批評的 年輕 我們站出來 反對 我們其實 是第一批 佔領 政總 的市民 我們十幾萬 市民 來到天尾道 我們一起 告訴政府 洗腦教育 一定 不可以 在香港 殺害 我們都成功 逼使政府 擱置 那個 洗腦教育的子人 這些種種呢 其實 就是顯示 群眾的力量 顯示 市民的智慧 在今天 6月17日的今天 我們更加要相信 只有將力量 回歸給群眾 只有將市民 付權給市民 我們香港 條路 才可以繼續向前行 當然 我們都不是說 617民間約將 選舉民間特首 和影子內閣 是唯一的出路 我都不敢這樣說 我只是覺得 我們這班朋友 是收到我們這一個 這樣的理念 就很快 很踴躍 就去簽上他們的名字 是認同這個理念 我們認為 這個理念 是可行的 其他朋友 提出其他的路向 我們認為 都可以大家坐下 一起 談的 何文思潮提倡的 是修改基本法 有其他朋友 倡議的全民制憲 其實他們的理念 都是要將我們香港的前途 放在我們香港人的手上 而這個民間特首的選舉 和影子內閣的結構成 就是會將力量從下而上 讓香港政府知道 不能為所欲為 讓共產黨知道 香港人 不是大陸上 為名是從的人 香港人 有智慧 有我們的理念 有我們的家園 要去保衛 我們是會 我們是會 繼續保衛 這個 這樣的城市 所以 露了一籌民間約章 我們用了今天的日期 去宣傳 希望 越來越多的市民 贊同我們的理念 和我們一起去建構 這個民間特首 和影子內閣的選舉 那當然 你簽上你的名字 其實 那個 那個 要付的代價 其實 可大可小的 當然 我都不想說 騙大家 你簽上了名字 就是 沒有事發生 是 可以有事發生的 當我們的力量 是大到 足夠 威脅共產黨的時候 他就會 採取行動 他就會抹黑也好 打壓也好 或者 你這一幫 尖處的朋友 就是 他們認為的 反中亂港的分子 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但是 我相信 香港的市民 既然 簽得你的名字 上去這個 六一七民間約章 你就知道 你是 要為香港 去捍衛 我們的 民主人權自由 發展 為我們的 下一代 捍衛 我們是 我們不會 懲怕 任何 抹黑 或者打壓 我們都知道 中國 的 零七 零八現象 劉曉波 寫的零八現象 他們抓的呢 就抓了劉曉波 坐了 坐緊監 十一年級 我們今天的約章 如果 共產黨 如果 香港政府 要抓 請他們 先抓我 我會 義無反過 和香港人 繼續 爭取 我們應有的 香港 民主 自由 法治人權 所以 今天是這次 希望 記者朋友 能夠 和我們報道 這個約章 的簽署 發佈日 希望能夠有 更多的 市民 更多 熱愛香港的 朋友 和我們 站在一起 我們 只要有 足夠的人數 我們這個約章 就不單止 是 給壓力 共產黨 我們同時 也會引發 討論 會有更多 的 無論是 議員也好 學者也好 將這個約章 將這個選舉 在 香港 的 圈子內 討論 去 將它 醞釀 將它 發佈 我相信 這一股力量 就是 我們 政改之後 一定要 選取的 奴向 之一 所以 今天 我們這個 發佈會 主要的目的是 都是這樣 當然 在我身邊 我的 福智活 其實福智活 牧師 大家認識 他都是 在我們的 聊天 在我們的 討論 之中 是有 我們後面 這一班 群組的朋友 也有很多 很踴躍 來加入 和我們一起 去談這個約章 也都是 很熱心 和我們 有這個 同樣的理念 所以 今天 我們 希望 有更多 的朋友 簽署 而 哪個選舉 民間特首的 方法 和我們 將會 如何處理 這個 約章 跟進 的行動 我請 馮牧師 講講 謝謝